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接下来的走势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那这个在移民方面也是一样 现在要抓紧办这个出国移民啊 尤其是美国移民啊 再不办啊就来不及了就晚了就亏了 也有的人说哎呀那现在办美国移民就傻了 对吧就像49年怎样怎样 在美国不好找工作啊 或者是其他的发展也就都不好 那到底哪一个说的对 哪一个有道理呢 都有道理对吧 这小马过河那你要看适应哪一个人 对吧那具体的个人的身上 所以呢这个 当然具体的是因人而异 那么怎样来因人而异呢 不同的人应该怎样来选择呢 那这里呢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最近的信息 给大家提供一下关于移民形势 关于留学生移民在美国等等地方找工作 这一些观察 那么我们先说一些其他国家 比如说加拿大 据我所知呢 加拿大呢 因为每年引入的移民数量比较多 它人口数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但是每年引入的移民呢 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左右 那所以加拿大移民呢 可能比美国移民要容易半解 尤其是对于有加拿大的留学经验 或者工作经验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呢 那涌入了这么多移民呢 加拿大的失业率相对高一些 要找工作不容易 很多包括中产的移民 从本国带来了的钱到加拿大 但是呢又没有合适的投资啊 和这个工作机会 那这个钱呢都用来炒房子 所以搞得呢 加拿大房价倒是涨了不少 那相应的房租也比较贵 那么收入和房价的这个比例 也就比较畸形 这也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加拿大呢 实行这样的这个全民医疗 那但是呢 他要看病 可能要等的时间就长了 同时另一方面 你说加拿大呢 比较技能比较强的 好的这样的医生 对吧 那他如果说南下到美国 收入可以翻倍 说你给他做一个思想教育 你要爱加拿大 你要留在这里服务人民啊 你在这里少挣一半的钱 多交一些税 好了 会不会有什么效果 那所以呢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当然了 所以也有一些人呢 比如先办了加拿大的移民 然后过后呢 他在拿到加拿大身份以后 然后再办美国的移民 这个也都是有的 当然如果个人符合条件嘛 可以直接办美国的立场 上面是加拿大的情况 其他国家呢 据我所知 比如像澳大利亚 提高了这个移民的门槛 对吧 新加坡 因为涌入的人比较多 大家选择新加坡 当然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道理 是华人比较多嘛 离中国也近等等原因 但另一方面呢 新加坡整个面积 比北京市海电区 还要小一些 这个人口呢 那有几百万人 对吧 那所以呢 比如说在新加坡 你就要住公寓 然后要坐公交车 对吧 那这方面可能还在中国 生活差不多 对吧 那一个车的牌照 就非常贵 再说也有一些人 同样用新加坡 作为跳板 宣传的就是说 哎呀 你有了新加坡身份 然后再办美国的工作签证 就不用抽签了 绕这么一个大弯 那么香港呢 有的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吧 有的人为什么办香港的身份呢 因为用香港的护照 他可以还有其他国家的护照 同时还保持 这个中国香港的 这么一个身份 所以呢 可以左右逢远 两边赚钱 尤其是对一些商人 或者有特殊背景的人 对吧 如果是对于一般人说 我要在香港打工 做IT工作 大概就不那么容易 金融工作呢 现在可能比以前要少 欧洲国家呢 我了解的少一些 但是一般来说呢 当然这个生活方式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欧洲国家有一些人说 我这个不想一周五天工作 我想要一周工作四天 福利多一些 净收入少一些 税要高一些 大概是这样 大家知道呢 过去若干年里 美国的收入和其他国家相比 拉开的比较多 对吧 这个现在呢 比如说和日本啊 和英国 法国 德国啊 其他一些国家 相比呢 这个美国的 比如说毕业生的企业 人均的GDP 人均的收入 要高出很多 所以从这方面呢 来办理美国的身份 显然有这个优势 但是同时呢 也有口口相传的 说一些阻力 第一呢 说办美国 绿塔不容易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肯定要看呢 你要符合条件 有的说 那美国为什么 不用打分制啊 太不讲道理了 对吧 不像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等 川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 这是七年以前曾经提出来 说要改啊 改成打分制 一直到现在呢 也没有下文 那美国移民法要更动吗 要更改 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呢 虽然现在的系统说不尽如人意 但是短期内估计也不会有大的变动 有的说 那办了美国绿塔呢 会有生活水平的跌落啊 这个要看是什么样的人 坦率的说呢 对于中年以上的人啊 如果已经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啊 或者类似的等等 那你如果说在中国 在其他地方 已经有这个establish的 有这样的工作呀 有这样的事业 那么要到美国重新开始 那可能不容易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 宗庆后啊 或者是老干妈的创始人啊 那样到中年啊 重新创业开始等等啊 那所以呢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啊 要看具体的人 对吧呢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啊 那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对吧 有的时候 那年轻人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了 或者研究生毕业了 要求职不容易啊 那工作比较辛苦 996 考虑到收入房价比等等 那如果说 我能够论到美国来工作 显然呢 回报比较高 但是年轻人呢 也一样遇到他们的问题 那比如说现在美国留学生 说要找工作 有的时候说不容易 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 那为什么呢 只不过是回归了常态 对吧 那比如十年以前 每年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世界各国留学生 数量比较少 那后来自从2015年 签证政策改变 以及那个时候呢 因为中国家庭收入增加 能够到美国留学的学生 数量增加了很多 就像中国高考扩招 大学扩招一样的道理 对吧 那中国的大学可能扩招了十倍 这样的学生 研究生也扩招了很多倍 那一样到美国留学的人 数量也增加了很多 那但是对应的呢 这个工作签证和绿卡的数量 并没有相应的增加 所以呢 留学生呢 找工作或者说取得工作签证 要比以前难了 那怎么办呢 前面就看到 中年人和留学生面对的呢 可能有的时候正好是 彼此相反的两个问题 也可以互补 比如说呢 有的中年人说 我是中国的医生 教授 工程师 专业人士 等等 那已经有一定的资金 事业 他要到美国呢 主要的问题 年龄 要重新适应 甚至有的时候 包括语言等等 那么年轻人呢 这些不是问题 但是呢 那他可能这个 要办美国的身份不容易 所以有的人已经办了美国身份 但是他又回留 为什么呢 因为留在美国 他可能要花钱 他这个钱的收入来源 包括原来的资产 还在中国 所以呢 大家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那这个怎么互补呢 那很简单 有一些人 他有这样的家庭的亲属关系 家长和孩子的关系 中年人 他可能有这个资金 或者是能办美国的身份 那他的孩子呢 送到美国来留学 我们有一些律所的客户 就是说孩子已经在美国 或者将要在美国 读中学 读大学 那么父母办了美国的移民 这样呢 就解决了孩子的身份问题 孩子可以在美国继续发展 那父母如果需要呢 至少一段时间 可以在中国继续工作 陪伴家人 陪伴老人 转移资产 然后呢 或者这个事业 Red Park等等 像这样 那你办了美国绿卡以后呢 你还可以继续保持 比如说只要离开美国 不超过一年 就可以 如果要超过一年呢 你可以办回美证 然后两年有效 到期了还可以再办新的 又是两年有效 那至少四五年 可以像这样 这四五年以后呢 如果需要 那比如说孩子 他已经拿到绿卡 这些年了 他也可以入籍美国 然后给父母办绿卡 也都可以 所以总体来说呢 有一些人 要么当年布局 把孩子生在美国 或者呢 父母办了美国的身份 带着这个子女 在没有超龄的时候 二十一岁以前 子女在美国取得绿卡 这样也都是可以的 甚至子女如果超龄了呢 父母也还可以 给子女办这个亲属移民 我们律所自己的同事 或者有别的客户 也有像这样 当然留学生呢 如果自己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条件 那么当然他也可以自己 来办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 偷资移民 有雇主支持的 或者自己办的 都可以 像前面讲到的 小马过河 对吧 这个每一个人 肯定看法是不一样的 根据自己的情况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和这个途径 对吧 另一方面呢 兼听则明 不能人云亦云 顺便说到 举一个例子 比如前一段 看到有的说明 说呀 现在美国绿卡批准率 只有3%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打开一看 是怎么算的呢 他把所有的申请人 都算上 这个申请人 包括注册 像买彩票一样 办这种抽签绿卡 这个中国人 不能够抽签啊 因为他要一个 种族平衡啊 所以中国印度 等等地方不行 但是呢 比如像非洲啊 中东啊 欧洲啊 一些地方可以 那注册参加抽签的 有好几千万人 因为也没有任何费用 你在网上 填个简单的表 就可以了 那要是把这些人 都算作绿卡申请人 那当然绿卡的 批准率就低了 对吧 所以那这个数字 你要看呢 具体的来源 具体背后的情况 是怎样的 而不是就看一个标题 看一个结论 好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给大家看一个标题